2023年暑假,肖战主演的《玉谷瑶》成为备受关注的热门话题,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目光。 这部剧集以仙侠和武侠为主要元素,讲述了一个令人惊叹的爱情故事。 主人公时影,肖战饰演,是一个悲壮的英雄,为了更大的正义,牺牲了他内心深处的爱情。 肖战通过对时影角色的深刻塑造和出色的演绎,令人难以忘怀。 他的一句台词不仅表达了内心世界,还反映了他的价值观。 观众被他的表演所感染,仿佛与角色产生了共鸣。 在剧中的打戏和特效画面方面,《玉谷瑶》不断为剧情增色天才,展现出古代仙侠和武侠元素的魅力。 这些打戏和特效场景充分凸显了古偶剧和武侠剧所具备的视觉效果,营造出紧张刺激的氛围。 与此同时,剧集突破了古偶和武侠剧的传统陈词烂调,注重剧情的设计与人性的深入探讨。 观众在欣赏剧情的同时,也因为角色们的选择而引发深刻思考。 这部剧探讨了个人爱情与大意冲突时的抉择,引发了观众的内心共鸣和深刻思索。 观众对于深度和思考性作品的需求不断提升,不再仅满足于表面的娱乐。 肖战的出色演艺为剧集的成功做出了巨大贡献,他完美地诠释了时影的角色,将角色的情感与内心矛盾展现得淋漓尽致。 通过重新整合古偶和武侠元素,御古遥,成功的创新地展示了深度思考和现代观念。 剧集的成功为观众带来了全新的思考视角和视觉体验,引导着观众在面对复杂影视作品时寻求更多的深度和创新。 它表明了传统元素与创新的融合能够引起观众的广泛关注,为影视行业注入了新的活力。 玉古遥,以其高远的主题,深刻的剧情,出色的演技以及独特的视觉效果,成功地吸引了观众的注意。 剧集不仅打破了古偶和武侠剧的陈词烂调,还展现了现代观念和深度思考。 它充分诠释了如何通过深度和创新重新整合传统元素,打造现代深度作品的成功典范。 在追求深度和创新的方向上,这不惧为观众树立了一个积极的示范,引导着大家更好的欣赏和思考复杂的影视作品。 在欣赏影视作品时,我们不妨放下浮躁,用心去体会其中的情感和思考。 观众不再满足于表面的娱乐,而是希望通过作品获得一种心灵的触动和启发。 正如玉古瑶所呈现的那样,深度思考和情感共鸣可以让我们在片刻间与角色产生共鸣,反思人生的真谛。 因此,作为观众,让我们在追寻影视作品时,保持一颗敏感的内心,用更宽广的视野去欣赏其中的艺术之美。 同时,也期待影视创作者们能够不断地创新和挑战,为我们呈现更多深度、思考性的作品,引导观众走进更加丰富的思维世界。 让我们怀揣着对于艺术的热爱,一同探索影视作品背后的深层含义,感受情感的共鸣,汲取内心的启示。 相信通过这种深入的体验,我们将能够更好地理解世界,提升自我,让每个人的人生都因为这些珍贵的作品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。 感谢观看